娘炮的危害 娘炮文化有多可怕 你知道它有多有害吗 娘炮文化会导致亡国灭种吗 很多人认为这是威严耸听 但这是有历史移据的 在中国历史上 有些朝代出现了娘炮文化 导致了国家和几乎民族的灭亡 这个朝代是魏晋南北朝 魏晋时期 世方极其腐败 社会流行阴柔之美 官员和贵族的孩子 喜欢薰衣修眉 并且擦嘴唇和脸颊 像攀岳、维戒等等 娘炮 美少年美少女成为全民偶像 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少年 也大多出自围禁 男性女性化绝不是常态 属于病态审美 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 南朝文人阶层不脆骨柔 不堪行步 体雷气弱 不耐寒暑 结果每次有强敌就分崩离析 六朝也是如此 在颜世家训中 这个时期的人阴柔之美 是这样描述的 肤脆骨柔 不堪行步 体雷气弱 不耐寒暑 那些做得匆忙的人经常这样 这个时期的男人没有男人拥有的阳刚之气和男子气概 都是一副脆弱的样子 其实这种病态的审美始于东汉末年 很多士大夫都喜欢化浓妆 一些名人活粉身貌 糟头弄姿 一时成名 甚至出现了腹粉和狼 偷香寒兽 那么 魏晋男子娘炮文化出现的根源是什么 一是从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 再到魏晋 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漫长的混乱时期 长期的战乱和动荡使士大夫失去希望 久而久之 对世界产生悲观情绪 最终导致士大夫阶层的行为偏差 激汤的纵欲和软急的酗酒 可以看作是这种社会背景的反应 其次 由于阶层流动性的减弱 那些天生当官的特权阶层 一时无忧 吃喝玩乐 生活颓废 他们什么都不用担心 因为他们是文人的特权阶层 属于高贵族 他们整天无所事事 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可以学习他们的技能 如王羲之 王献之等人 更多的是无所事事 迷茫 在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的条件下 自然要寻求新的自我提升了出路 于是出现了洗白和抹唇抹眉的现象 以获得自己的精神愉悦 在这样的病态神面下 自然会有严重的后果 之后就有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五胡乐华 中原男人的孱弱形象在那些野蛮的少数民族眼里就像代载的羔羊 于是开始了几十年的起义 在这几十年里中原的汉人几乎灭绝了 五胡乐华之前 公元282年 户籍记载的中原汉族 有2262万人 到公元318年 全国大约有1240万胡人 900万汉人 短短37年 汉族人口锐减 1362万 这是少数民族和汉族融合得到的数据 所以要警惕娘炮文化 因为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 娘炮文化是一种非常畸形的文化 不值得提倡 应该坚决抵制 现在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看脸的时代 娘炮的男人们开始重新抬头 成为年轻人的偶像 你想让历史重演吗 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善于以史未建 中国是文化大国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信仰 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是脆弱的 所以我们要抵制娘炮文化 尤其是年轻人一定要远离那些娘炮 对于 tussen这里的数据 能够的国家是非充足的国家